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在数组Scale中保存了一些音阶 接下来是一个液晶屏显示字符函数Draw Text 在Setup中启动彩色液晶屏 在loop函数中 变量RGB 也就是色彩中的红绿蓝三种原色 由随机函数分别产生 于是使用了三个随机函数 RGB 的原色值范围为0到255 所以随机函数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-1和256 由于最小值和最大值排除在随机数外 所以它们比设计的范围要再宽一个数值 声明一个Uint 16下横线T类型的变量RunColor 用液晶屏函数Color565把RGB值转换后保存在RunColor中 这样每次循环时RunColor的颜色都是随机的 用它来填充液晶屏 将看到多彩的颜色不断的变化 再往下 随机函数生成一个不超过1万的数字 这个数字经由类型转换后 将显示在液晶屏的中央 最后又生成了一个0到42之间的随机数 它作为索引 到音阶数组中找到相应钢琴琴键的频率 由扬声器输出 由于音阶也是随机的 所以我们会听到非常跳跃的音符 &讨案 är商 产乐 &讨 큽数